上山扫墓不小心被毒蛇咬了 怎么办 这个虚拽出来 把血挤出来 不对哦 一般民众的认知这是错误的方法 毒蛇咬伤 可用手机照相录影 方便辨认蛇种 不要切开伤口用嘴吸 避免喝酒 避免跑步运动促进循环 最重要的把伤口清洗干净 打一一九送一 回归根本 扫墓时提高警觉 预防毒蛇咬伤 工作的时候手套 还有这个胶鞋 这一定要穿 不要打赤膊 不要空手 然后另外就是 在蛇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 可能是先用棍子 先去倒一倒 让这个蛇先自己跑掉 台湾气候温暖潮湿 适合蛇类繁殖 台湾毒蛇种类多达16种 其中以雨伞结致死率最高 被眼镜蛇咬伤 并发症最多 比其他蛇类难处理 比如说感染 溃疡组织坏死 甚至是大面积的 坏死性筋膜炎 有些病人不幸的 可能要接受这个手指或脚趾的节肢 医师提醒认清毒蛇种类 立即到医院注射抗毒血清 才是保命之道 大家先用黄子林往往光辉 台中报道